美国前联邦议员陶德上周旋风式访台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今天接受美联社专访 重批台湾牌是一张危险的牌 美国不应该越线打出这张牌 陆委会则表示无法接受中共的片面对台立场 呼吁中国回归务实对话的沟通 近日美台非官方互动热弱 美国前联邦参议员陶德上周率团来台进行三天访问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接受美联社专访时 对此重批台湾牌是一张危险的牌 美国不应越线打出这张牌 我们坚决反对美台之间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美国也不要打台湾牌 这是一张危险的牌 绝不允许美台在台湾问题上越线 岳玉成在访谈中强调 无论是低级别还是高级别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红线 绝不允许越线行为 政治学者分析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三个月来 对中国采取斗而不破的外交方针 美中关系紧张 确认保持谨慎 并避免冲突 这个如何维持斗而不破 紧张而不冲突 好像这是双方现在在外交政策上面非常大的考验 用台湾来作为这个斗弄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筹码 所以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 无论如何不能够变成双方斗就是互相在争斗的时候的一个筹码 陆委会表示 无法认同也无法接受中共的片面对台立场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 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台湾坚定捍卫主权与民主 绝非任何强势主张与行径可以改变 也呼吁中国回归务实对话沟通 才是化解歧见的正途 记者小说明朋友组台北报道